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明镜团将到澎湖海洋牧场去烤生蚝 回到台北享用养生创意台菜料理 接着到金桶老街走走逛逛 最后大家一起放天灯许愿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今天要带你们出海去 就是去澎湖内海的海洋牧场 去抓椅 对了 我们要去抓鱼 抓苏东 还有这里有很多生蚝 我们大家都可以烤生蚝 你们要不要烤生蚝 要 谁不要去烤生蚝的请举手 你们自己去吧 我不要去了 没有人举手就是大家都要去 大家都要去那就跟我一起走 出发咯 海洋牧场是这几年经过澎湖观光局 和澎湖国家风景管理处的新兴规划 结合了乡王养殖业和旅游而造就的观光地 非常受游客的欢迎哦 到了 这里就是海洋牧场 大家小心啊 小心小心小心 我们从那边走过来 大家跟着我来 慢慢走不要紧 因为这里有一点点 在海面上搭起的平台 会随海水慢慢浮动 有点小刺激 这边就像我们新加坡看的鸡笼啊 好像鸡笼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只需要几分钟船长 就能享受悠闲自在的午后 方形的大平台分成四个小池 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地钓乌贼和海鲤鱼 也可以喂红鱼 以海为田 放鱼而木 亲身体验渔夫生活 亲手感受海洋生物 这就是海洋牧场的风光 各位 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我知道你们桌子上都有一些生蚝 这些生蚝一定要烤熟才能吃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 生蚝不是生吃的吗 但是我先跟你们讲 我们平时在餐厅吃的那些生蚝 都是有经过特别处理 而这里的生蚝是直接从海里捞上来的 好了 我们要烤生蚝 就是玩烤生蚝游戏 第一个烤好生蚝的人 马上拿过来 好了 我们开始了 好不好 好 烤熟了才吃 知道吗 有人已经开始了 快点了 开始 烤生蚝时 记得要把生蚝的平面朝上 凸面朝下 减少水分流失 让生蚝保持在肉汁饱满的最佳口感 这样快 你烤好了 这样快 你烤好了 真的吗 有人已经烤好了 然后验证一下 知道熟了吗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还要烤好了吗 所以不押忆了 抱歉 再进去 再进去 阿姨 开了 这是熟了 熟了 还冒烟呢 熟了 很美喔 阿姨 你叫奖品是什么吗 奖品就是 你是第一个吃到生蚝的人 这就是你的奖品了 那我喂你 熟了 熟了 好了 高生鼓励鼓励 真的 真的有奖品了 不是比你的 等一下我们去那边拿好不好 另外 生蚝可里的摊汁是海水 不是精华 所以大家只吃蚝肉就好了 烤好了吗 烤好了 哇 有冒烟的嘛 熟绿的 吃生蚝时 点一点酱青和芥末 除了去腥 还能让味道更有层次感 好喝 好喝 今天呢 今天可以吃这边 碗子都是芥末的味道 来这里烤生蚝 生蚝是无限量供应的 还有海鲜粥可以吃 这碗东西是什么 蚝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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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芋头有什么都有 不要了 我来吃这个好不好 没有酱油 没有酱油 没有啊 这边 还是咸咸的 那是海水 真的是从海里面这样捞上来的 哇 好吃耶 好吃喔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畅快 现在大家可以一步到平台上享受钓鱼的乐趣 这里的钓竿都没有钓钩 鱼饵是绑上去的 很安全 哎呦 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头啊 来钓那个海利鱼啊 到底什么是海利鱼呢 要怎么钓呢 我们就请这里的负责人 陈万能先生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海利又能把它称作军巢鱼 又把它称作黑竿 它的养殖方式呢 它以海利鱼一只三十公克 养了一年可以达到七八公斤这么大 所以我们在刚刚这一池里面 钓的海利呢 我们注意我们要钓的时候呢 鱼饵放下去之后 只要它进食咬到之后呢 你不要手指的伸到里面去 因为它的拉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手之后要怎么放 用平面的放在滑轮上面 它在拉的时候你慢慢收线 等它不拉的时候 你慢慢收线转回来 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了 那我们开始来一起 开始放下去 有啊 有啊 没有大的 锤钓除了考验我们的耐心 也需要相当的技巧才行 如果只靠运气的话 鱼饵很有可能就会 把鱼饵吃光 然后咻的一声 溜得无语无踪 没关系啦 下次再来试试看 澎湖的明媚风光 不论是大自然里的一景一物 或是历经百年的历史古迹 都让大家度过了愉快的岛屿假期 好 告别澎湖 大家要回到台北咯 emphasize 5th� Bill ентов va right mínimo 告别风情淳朴的澎湖 明星团回到了动感十足的台北 经过了几天的活力旅游 当然要补一补辣 晚餐在这家北山林围绕的餐厅享用 绿意盎然的环境 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 餐厅内部的装潢风格简约 设计典雅而且馋味十足 美食配美景人生一大享受 各位现在我们要吃的就是 养生创意台菜料理 那这家餐馆很特别 它特别就是它没有菜单 没有菜单吃什么呢 就是要看当即的材料 所以有什么呢 你们就吃什么 有花吃花 有草吃草 好不好 好 这样也好 那这家餐馆它真的是很红的 不是说你随时随地要吃就有的 要在几个月前就要做补给预约的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 大家都做齐了 已经可以吃了 可算是很有口福 那我们现在开始吃了好不好 好 好吃 好啊 你刚才讲好吃好吃 什么好吃 什么味道 你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 豆腐是用什么做的 有配咸鱼 咸鱼啊 有咸鱼吗 上面这个 这个豆腐听说是很特别 很滑 你们吃不出是什么做的 放甜醉 我吃得出 是很滑 但是它有一个 跟我们平时吃的豆腐不一样 不咸 不甜 主要味道是后来淋上的橄榄油 哦 橄榄油 还有一些海盐 海盐 还有那个杏仁片 不是咸鱼 这个很咸的咧 咸咸鱼是海盐 海盐的杏仁片 素的 那豆腐很特别味道 你们这吃不出吗 花生就花生做的 豆腐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刚才你们吃不出 因为 你一口咸再去 混进去了 你尝不到它的味道 冰凉透人心的蔬菜海鲜冷盘 由花椰菜 茄子 角白笋 生鱼片等新鲜食材组成 吃之前先滴一些柠檬汁在海鲜上 味道更好 再喝一小杯黑枣醋 让人胃口大开 今天我们要喝的是黑枣 黑枣是可以补气 醋呢听说可以养盐 又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不用减肥 尽量吃 Cheers 第一次用醋来Cheers 怎么样啊 这醋的味道是怎么样 还好不是很 不是我想象中的这样酸 还因为醋是酸 黑枣的味道很好 还好 不要客气可以开始吃了 闷热的夏天里 能够吃上冰冰凉凉的蔬菜和海鲜 是美式一桩 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一宗莲花炖鸡汤里头 是满满的鸡肉 莲子等养生食材 一端上桌 香味扑鼻而来 大家迫不及待尝上几口 汤汁味道如何 当然是举起大拇指 给它一个赞 闻到戈壁桌的香味 就在等这个 这里的镇店之宝 你知道这个是叫做 莲花炖鸡汤 里面有很多好料 想不想吃 想 但是现在暂时不能吃 我们要看魔术表演 魔术表演呢 是用这个来变魔术 花开了就拿这朵花来变魔术 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看表演了 什么表演呢 花开了 又再让它开花 美不美啊 美啊 还没有吃之前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里面有准备了贵竹笋 然后再来是餐鸡 还有白金鸣菇跟牛松菇 很多菌类啊 菇类啊什么的 我想问你啊 为什么会想到要把那个莲花 放在里面 给它开花 莲花它的部分呢 它可以增加我们汤的香气 那莲花本身它有个 结兆热的功用 结兆热 对 然后它蛮有胶脂的 它这样子慢慢散开的部分 是有点像花开包一样 绽放光彩 我可以闻它的香气 光闻是不够的 吃吧 美食要细品才能吃出味道 慢慢喝下温暖的汤汁 香气依然在口中逗留 既然是镇店之宝 味道当然是一级棒 又香又甜 哇 肯定你没有讲片话 是真的甜啊 真的甜啊 因为真的是它材料很足啊 而且又有点 平时我们真正的养生啊 名副其实的养生它 平时我们这都是要加药材啊 或者什么人参啊 人家就讲养生 这些都是真材实料 很顺口啊 加上那个淡淡的花香味 又有胶原蛋白 又养年养生 太好了 还没喝我就买冲大 你可以排毒啊 喝鸡汤能不能排毒就不确定了 不过和家人朋友一起旅游 一起享用美食 能让心情变得愉快 倒是一点也没错 隔天明星团北上 位于新北市平溪区的金桶老街 继续吃吃喝喝 金桶曾经因矿业而闻名 采矿活动停止之后 金桶繁华进落 但随着复古怀旧风的吹起 让金桶老街再次迎来人潮 变得热闹起来 这些呢就是所谓的许愿族了 据说呢是很多情人啊 他们喜欢把他们的爱情愿望 写在这些竹片上 竹子上面 象征呢 他们的爱情啊 就像那个火车的铁路一样 长长久久 希望不要出腿就好啊 安提安哥 你们对你们的爱情 还有什么愿望啊 想不想也抽上一脚 那是写想什么 可以告诉我们吗 爱情永固 爱情永固已经很好了 什么愿望啊 什么爱情的愿望 永恒 永恒 爱情永恒 值得我们学习 天长地久 真的是天长地久啊 比他们写上的什么什么都更好啊 这就是事实就在这里 永固永恒 天长地久 我又为什么又这个动作了 头家 你在哪里 你在你的家里 一只许愿竹 只要台币三十或三十五元 大概是新币快半钱 把平时说不出口的爱的宣言 写在竹筒上 小小的心意 就能让爱人开心一整天 既经济又实惠 谁说浪漫需要花大钱呢 在京同老街上漫游 可以顺便品尝这里的道地小吃 人气最旺的非杨家鸡卷莫属 店家营业了两袋之酒 广受好评 究竟这家鸡卷有什么魅力 让人吃了以后再不绝口 我们来到这里 这间有名的杨家鸡卷 Hawk Row of the Youngs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到底有什么问题吗 放食猪嘛 放食猪嘛 为什么叫鸡卷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问问杨老板好不好 以台湾来讲 是40、50年代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 它有一些 吃剩下的食材没办法保存 那怎么办 就把剩下的菜卷起来包起来 台语叫做鸡菜菜 鸡鸡鸡鸡 锅鸡鸡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试试看吧 来来来 只有猪肉没有鸡肉 用豆腐皮卷起来 炸着金黄色的鸡卷 还有什么馅料呢 好吃 吃肉 芋头 以前传承下来的 吃不完的 各天拿出来卷 卷的拿来做 这应该不是吃剩下的菜 拿来做吧 吃剩下 那么多年的 早就坏掉了 不是 我是说是昨晚吃剩的 不可能 现在不可能就吃剩的 是新鲜的 因为现在有冰箱的 老板好幽默 现在用来做鸡卷的材料 是新鲜的 大家可以放心吃 看了 就像我们平时在新加坡 吃的牛鸡五香卷 对不对 怎么样感觉 就特别Q 觉得非常的健康 还有一个好吃的 通常炸过的东西 冷了之后 特别油腻 很多油 而且不好吃 已经软了 不会脆 这个更脆 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老板 你是想要守住烹饪秘方 对吧 我们了解 鸡卷的美好之外 就等你亲自来品尝了 今天的金铜老街 已经是一个观光区 其实以前是以矿业为名的 你们看后面 这个车站 是日本木制的 也算是一个古迹了 那今天来到金铜老街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金铜吗 因为以前的人 在这里种了很多金铜树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现在人家来到金铜老街 有一个特点 一个特别东西 他们一定要做 就是放天灯 不同的颜色 就代表有不同的意思 红色啊 代表平安啊 健康啊 有些是什么财运啊 董事啊 鸡卷的话 什么颜色 都要写 都要放啊 你女朋友写 心想事成 哇 她的心呢 写得好像一个 心形一样 你看 写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里 这里 对不对 有心就好 甜甜蜜蜜 不用写到这里 全部是 都想到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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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人家怎么写 她脑子这样 真的是五颜六色啊 什么都有啊 哇 你写到 满头大汗啊 还没有放置 满头大汗 哇 真的是惊书 哇 没变得要写啊 哦 你要大大哥 而且写一个材质 他要的士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愿 写好了 就赶快到车站旁 让工作人员帮忙点燃燃料 要放天灯了 可以放在满头 凡里 Rach面 放人家 放人家 可以放啦 放了吧 一二三花 好 5 可以放了 一二三花 好 完了 好 它燒 燒一点 那盆罪大了 你可以放了 放了 好 五彩天灯载着愿望 慢慢升上天空 每个上扬的嘴角 都是心满意足的微笑 离开台湾之前 明星团来到了赤资新台币 四亿元的宴饮中心 一起享用精致的午餐 吃完这一餐呢 我们今天就要回新加坡了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就好 那所以呢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堵 非常丰富的菜肴给大家 说到这个菜色啊 或者是餐具的摆设 都跟故宫服务院的文物啊 细细相关的 我帮你们啊 等一下看了那些菜肴呢 又不舍得吃 但是又会流口水 所以我不要说那么多了 上菜吧 丽萍说的没错 看着满桌的佳肴美味 是不是很丰富呢 这道醋浴白菜和文物正品非常相像 品尝时先把娃娃菜切开 再淋上干贝汁 味道一流 好吃了 吃了怎么样 好吃吗 有干贝的味道 有干贝的味道 真材实料 我看你把那些虾都全都吃完了 那个虾很脆 很香对不对 多宝格甜点籍摆放在小巧的木架上 七个不同的小甜点 各个做得精巧有趣 味道甜而不腻 好看又好吃 让大家嘴里忙 受伤更忙 瘦桃做到这么美 这样咬下去真的是有点不舍得 太精致了 这个应该像我们新加坡吃的那个瘦桃 里面是 里面是什么豆 豆沙 葱豆沙 红豆沙 它是精致的 做出来很美 它吃的 就像我们平时吃的 小瘦桃一样 红豆沙 甜的来刚刚好 精致的甜点 为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我们现在来测好不好 庆祝我们这次的 台湾澎湖之旅 实在好玩 最重要呢 你们这次呢 很开心 但是最重要回去之后呢 要继续开心 好不好 好 继续开心 最重要身体健康 车 精彩无比的六天台北和澎湖之旅 明星团到过了不少迷人景点 也品尝了许多特色美食 到底哪道菜最受团有喜爱 哪个景点活动最得人心呢 好吃的就是那个莲花汤 莲花放下去了 那个莲花又这样开起来 很香会很特别的味道 放天灯的地方是最好玩的 真的很开心 每个人都写上他们的心愿 就放在天上 很美丽 很特别啊 因为每次在电视上看到 然后自己放 是不一样的感觉 看到那个天灯慢慢往上飞 挺有意思的 经过票选 明星团选出最好玩的 是在京同老街放天灯 而最好吃的料理是莲花炖鸡汤 台湾澎湖之旅圆满落幕 Zither Har Hej